那很多的臭宝想要把花繁殖的更多 但是千叉千叉不活 今天教给大家一个百分百存活力的方法 就是说什么呢 这种只要有走径类的 这个也叫压针了 看到没 我们这个用的是花叶绿螺 也叫快乐叶子 这个东西适合草莓啊 桂贝族啊 春雨啊 求蓝啊 就是吊蓝类的 不论什么吧 你只要能让它这样引过来 看到没 它能慢慢的往下面长根 这里看 这个都已经长下去了 这个都提不上来了 这地方有根 看到没 就已经提不起来了 能看到有根吗 这个根系比较明显一些 看到没 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了 现在这根全部都长下去了 就是等到它根系长得比较饱满了 你就从今天背来一剪刀 它就给它分开了 因为植物呢 它只要是有了根系啊 基本上春活率就达到百分之百了 这话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 当然也有很多的那种高压啊 或者说 架鸡啊 在那里 都有很多的一个学问啊 不过大家呢 一定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就像我这样找个大盆 引四个小盆 或者三个小盆 或者说无限的引小盆 让它一圈的去长 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个很大的这种容器 也可以不用小盆 这样的话就存活率高很多了 你看我们 这个是我们自己扦插的 扦插也是一样的 像它之前教过大家哈 大家可以去翻一翻视频 今天呢又给大家分享了一个这种压支 有的话说 老花用我 比方说我要用越级 或者说茉莉这种 我压支它不发根怎么办 不发根就不发根了 你要想要它发根的话呢 就是要控水 根部要控水 让它往枝条上面 它变得是长气根 明白了吗 就是这里边 这个母盆里边少浇水 这些个盆里边 让它潮湿一些 就爱长根了 啥了 这都是一个小的经验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一 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 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整理 白了错不